在二姐江慧同意付出开唱的加持之下 让2024今年的国庆晚会 特别受到了瞩目 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样过 因此为了江慧赖总统决定亲自出席 也让盛会未眼前轰动 维安规格是全面升级 当然筹备费用也超过预期 台北市跟韩国瑜求援 韩国瑜动脑筋向公骨韩库来求援 结果怎么传出碰到的软钉子 谁不愿意让国庆办得风风光光 难道光骨韩库拨钱也看颜色给吗 还是说穿了因为你是韩国瑜 你来要我就不给 人情要做也不做给你 好 俊江慧还有报信的观众朋友 这事情大条 要是国庆晚会的补助不到位 二姐江慧不用穿了 我先跟大家讲不用緊張 待会告诉你 大丈夫 没问题 二姐江慧保证能唱 肯定能唱 10月5号礼拜六大巨蛋 那这是什么转折 转折要慢慢才转回来 我们要先讲 兔子跟着月亮走 韩本跟着兔子走 我们要先讲韩国瑜 韩国瑜基本上 他跟月亮就很有关 因为他这样头跟跟 大家跟着走 中秋节的时候 中秋佳节平安团圆 肯定万人按赞 表示他人气魅力还是依旧 那韩国瑜基本上 他中秋节 跟大家讲说 大家中秋佳节平安团圆 你不是跟他嘴巴说的而已 韩国瑜虽然总统没选赢 虽然高球市场之前被罢免 现在目前看起来 人气洗回来 他有一点 我必须跟大家讲 到了任何场合 完全社交内界 大家好 进来以后 马上就可以暖场 然后他对人真的非常好 这一点大家以前是用听说的 我现在就实际告诉你 在北农的时候 他离开北农的时候 多少人在门口 在那边 掉眼泪跟他说再见 韩总再见 结果到了高雄 高雄市政府里面的那些人 跟他不错 虽然后来他选总统又被罢免了 可是他的那个对于人的关心跟温暖 他是内健的 我自己也感同身受 内健 我私事我就不要讲了 就是他对人的关怀 那那愚公是什么呢 来观众朋友 现在是中秋节 对不对 刚过嘛 中秋节我请问 俊阳哥你们收到月饼 柚子啊月饼 那一般人会收到月饼 我请问立委会不会收到 有 立委我在国营事业 对不对 部会首场 敢怠慢吗 议员刚刚那个导播带了 佛意再怠一下 议员能没有吗 好那议员有 立委有 这是中秋节 因为他们是人中龙凤嘛 我立法院的司机有没有 我每天开车 你载那里车对不对 司机一颗柚子应该就不错 基本上司机就是 我就带立委嘛 我就看到车上一大堆东西 但是跟我没关嘛 因为我无关 我是司机 他是立委 但是观众朋友 今年立法院所有的司机 助位请 每一个立法院叫得上名字的员工 通通都有月饼 哦 很大心 全部都有 他们切一下 怎么这样 上面有写 他就没有贴出来 我告诉你是 韩国瑜院长副院长江启臣 联名送给大家 所以立委里面的职员 还有司机想说 那样 每个人都有 以前没有做到这么周到 我没被重视 导播现在画面来了 有没有 一个木盒子装起来 打开一看 居然是院长送我月饼 是 那也得了 回家过中秋的时候 总要跟家人讲一句 当然我告诉你 既然是中秋 那我们这个中国人 三大节日 还有端午 端午的时候 已经当院长了 难道有失礼吗 没有 端午节的时候 送的是什么 鼎泰风的霸掌 所以其实 我现在不是讲说 韩国瑜很会送礼 大家会想说 送礼算什么 可是他就有想到 我不是送给立委 我不是送给这些部会首长 我连立法院的司机 我都送 这就是韩国瑜的出楼 所以韩国瑜 他的人气能上来 就是这样 其一 其二 他事情真的特别多 他是新闻吸引机 这跟他没有特别关系 刚好遇到 金门的这个高粱酒 在立法院是有院长的所谓的立院用酒 国兵来的时候 国外的议会装来的时候 都有 送他们的 他每隔几年 其实会做一批 今年刚好轮到要做新的改款 那以前就的是这样 白色的瓶子 弄个圆圆的立法院 今年是通透 可以看到里面的 看到里面 中华民国立法院的纪念酒 打开一看 金银剔透 我跟你说 这酒 现在你要买 就买不 因为首批 这么会抢手啊 抢手 我跟你讲 两个要抢手个几年 因为现在目前 全台湾金门酒厂 只做出一千两百支 是 民进党立委也说 我也买不 因为现在 我刚刚算给大家看 其实一个立委 我负责跟大家讲 一个立委可以买一百八十支 一箱就是六支 可以买三十箱 是一百八十支 但是你妈妈来 你没有办法买那么多 首款就一千两百支 每一个人有一百八十支 那就十个人就看救了 可以有一百多个立委 对不对 所以他只让你现在首批 只能买六支一箱 是 所以每一个立委 包含这个郭玉琴 月圆支 这种礼物对吧 对不起 我们手上只有六支 好 那么所以立法院的这些 包含宋九 宋月明 宋博老长 韩国瑜在立法院的人气 越来越旺 不是没有道理 立委要开议了 再过几天 焦点 会不会又回到了 韩国瑜院长的身上 我也先轰动 今天我要来找答案 刚破题讲到了 怎么会 二姐将会 终于松口付出的 国庆晚会 我跟大家讲 因为国庆酬委会的主委 就是立法院的院长 所以韩国瑜 确实也跟以往不同 刚讲酒 刚讲送礼 他连国庆晚会 这叫四海同情晚会 以前这么多年 每一年半 马前总统时期 每一年都有 但就没有想到 会找到一个 这么有话题 已经封麦这么多年的 二姐将会会来唱 那地点在哪里 大巨蛋 有没有唱过歌 没有 所以是首次 第二个 因为是四海同情晚会 因为是国庆晚会 我就问 国庆酬委的主委是谁 韩国瑜 对不对 那整个国庆 要庆祝的中 当中最高的 这个行政首长 是总统 是总统 那总统要不要到 要到啊 当然要到 要到 所以也是赖清德总统 第一次到大巨蛋 对不对 所以他整个的规格 影响设备 会往上冲 其实我就讲给大家 不用怕人家知道 1900多万 所以1900多万 国庆酬委会出900多 所以两边都900多 台北市府也出900多 把这个活动办起来 你想想看 相关的台北市警方 要出动多少人 违安 交通 影响 入场 出场 所以台北市政府讲说 好没问题 我们这边900多 但是掐指一算 我们台北市政府 没到九百 九百几百万的预算 怎么办 是不是酬委会 这边可以再来多一点 那很简单 身为国庆酬委的主委 公骨航库 对不对 我们国家庆典 不用赞助吗 结果呢 这个公骨航库传出 居然已经赞助了 也是国庆活动了 总统府前会有个光雕秀 光雕有 很好看 因为网人都有嘛 是 那也要花钱了 对 所以银几千万都在那 所以这边没得到 怎么这样 那难道二姐不能唱了吗 所以 赞斯堡就丢下来了 奇怪了 那以往都是怎样 公骨航库 只要行政院讲完就没事了 我们为什么 韩国院长去要会 要不到钱 所以这个信息就爆开 昨天也爆开 对不对 今天给大家 观众朋友 刚刚有去问了 立法院长院长事 没了 因为这个问题 放心 没有被卡的问题 国庆筹会会找到钱 那文总也跳出来了 以往可能还好 文总讲说 等一下 我们办光雕 我们是文总 我们跟庆筹会的裁员不同 我们没有去要他们的钱 所以意思就是说 大家以为公骨航库 看到韩国瑜 被下令要卡韩 所以不给这个钱 我还以为说 要做民主 我也不想做给你 但是这样的事情就大条 因为你现在不是洗他的脸 是洗整个中华民国国民 是洗二血相会的脸 所以不管过程如何 现在院长事 给我的回复是 不会有问题 一定会有钱到位 那至于了多少 可能明天大家看报纸就知道了 所以免环乐 这个事情是个过场 韩国瑜也没有出来讲任何话 所以他就是 四缓则员 对不对 把事情给处理就好了 所以二血相会 10月5号礼拜六晚上 国庆晚会大巨蛋 一定能登台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大家更健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花真相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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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